年轻时你曾想象40岁的自己是什么模样吗? 是被受尊敬的企业家,还是家庭事业两得意的职场女性呢? 即使现在没有实现当年的梦想,也不要因此感到气馁 反而要感谢这40多年来一直陪伴在身边,不离不弃的自己 40岁,恰巧是人生这张纸,折了一半的地方,是检视人生最佳的年纪 40不一定要不惑,困惑也没有关系 此时此刻的你,就是最美好的你 不需要对自己感到失望,也不要就此放弃 假如现在的你,正在犹豫,是不是要到新的地方生活 建议可以大胆尝试 因为这段时间,错过了,就不会再有 就像流水一样,逝去了就不再回头 在变老之前,试着去实现那些曾让你怦然心动的愿望 即使这么做需要莫大的勇气,也不要过了才后悔 要是当时,有那么做就好了 要是心累了,想稍微离开职场休息一下 也不必被无力感困住 把这段空窗期,当成重新来过的机会 不必再像十几二十岁一样,忙着迎合别人的标准 从这一刻,开始走自己的路吧 看看自己对什么是感兴趣,想学什么 就算只有一年,甚至是一个月都好 只要能乐在其中,好好享受这份幸福 这段时光,将会是我们一辈子的养分 四十岁是人生的第二次青春期 这个时期,转变的不是身体,而是内心 过程中,一样会感到不安 不要抗拒心中的困惑 迷惘并不丢脸 步入中年后,如果对一切事情无感 那才是危险 年龄增加,并不代表心智会跟着成熟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即使上了年纪 心智却还是一样不成熟 举动傲慢无礼,或是没有来的情绪失控 其实,他们心里也很痛苦 因为从来没有重视过内心的伤痛 才会借由发脾气,或是责怪别人的方式来转移 如果没有好好治疗 伤痛并不会就这样消失 即使时间会淡化,但伤痛还是存在 如果放任不管 很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后遗症 治疗心伤,最好的方式 就是勇敢地检视伤口 如果没有好好治疗伤痛 时间久了 像堆积已久的灰尘一样 反而更难处理 无关年纪,都必须好好检视 40岁的我们,人生还有很多时间 这个时候是最美的年纪 很多事情才正要开始 对心受伤的人来说 要踏进心理自伤事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主要原因是 第一,受伤后 人会感到难过不安 所以在心里会抗拒 不想去碰触内心的伤痛 随着年纪增长 情况会变得更严重 只要有人稍微碰到自己 不愿意被别人知道的阴暗面 就会觉得自尊心受伤 第二是,因为不确定 资商师值不值得信任 这部分建议在寻找资商师的时候 可以先看看他出过的书 或是去听他的演讲 从他分享过去临床经验的案例 去客观的评估 也可以先询问有资商经验的人 听听对方的建议 或是请他们帮忙介绍 第三,也会有人担心 如果资商心理师的个性 和自己不合 会比较难以理解自己的感受 确实,双方个性特质比较相近的话 资商的时候会比较容易进入状况 也比较能够帮助到对方 这里提供一个小工具 建议可以参考MBIT性格类型 先了解自己 如果你比较感性 可以找感性型的资商心理师 可以比较能同理你内心的伤痛 当人生遇到困境卡关的时候 最好适时地寻求专家协助 尤其是步入40岁之后 内心感到剧烈痛苦的时候 请不要犹豫 直接寻求资商管道 透过心理治疗 能让自己变得更成熟 以充满希望的新视野 面对未来的人生 只有当我们愿意 面对过去的伤痛时 伤痛才会被治愈 当我们开始 愿意检视自己内心的伤痛时 就是疗愈的开始 幸福的人生 并不是没有痛苦 而是懂得转化痛苦 改变思绪 在面对过去伤害时 如果能以有别于以往的心情去看待 某种程度上 就表示 伤痛已经开始获得疗愈 所谓的失婚年龄 实质上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值得被爱的年纪 最适合恋爱的年纪 是当我们已经准备好的时候 不管是已婚还是单身 爱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爱透过各种管道 流进我们的生命中 对象可以是心爱的人 可以是爱犬 也可以是大自然 甚至是敬爱的神 生活周遭到处充满爱 问问自己 我现在过得好吗 如果发现自己回答不出来 甚至想逃避这个问题 那可能要试着更深入 去找出癥结 了解内在真实的想法 生命中发生的每一件事 都是有意义的 没有人的人生是白活的 过去痛苦 背后的意义 都是为了让自己 变成更好的人 40岁的你 或许比年轻时更迷惘 更软弱 因为到了这个年纪 已经不会再有人 给我们答案 困惑的时候 仿佛只剩下自己 人生没有标准答案 生命也并不需要 无止境地驱逐黑暗 拥抱一部分的黑暗 透过深刻的觉察和体悟 再重新开始 40岁 正是时候去拥抱你的软弱 空虚和内在黑暗 年纪越大 除了经济支柱外 找到内在层面的精神支柱 也很重要 有关自我疗愈 可以看看这些影片 你已经够努力了 大部分的时间都很美好 不管你觉得如何 那都是一段有意义的时光 不要全盘否定过去的努力 那些努力并没有白费 是值得加许的 放下年纪的包袱 不是只有年轻人 才能趁年轻做自己 你也可以趁现在 找回自己 接下来的人生 从这里重新开始 我是乐乐 在40家 人生下半场的路上 你为自己做过哪些尝试呢 困惑 迷惘的时候 你都是如何解决呢 写在留言跟我分享好吗 今天的影片希望你会喜欢 谢谢